做节饮宴 无非想开开心心时一餐 不过近日就港南在参加公司的中秋宴会时 不幸遇上奇怪 楼阿姐 令她大声中服 忍不住要在网上发帖数 阿姐三宗醉 市主在Facebook群组中服饮食爆料区发帖 指 及早前参与中秋晚宴 地点在佐敦一间海鲜酒 市主指酒家的食物质素其实一般OK开 一大赞场 够阔落 而且本来气氛不错 无蔑市正正常常 老致辞重拍晒手掌 快快乐乐 但因为其中一味酒阿姐的出现 她的奇葩行为及服务态度 令市主不住要写长文大声 市主顺着时序分享 指阿姐 但在放下几顿假吃时没有主动分送 而是丢下 据大家自己来 更明显不懂上菜分送的规矩 拿碗 错误时间上菜 错漏摆出 在想收碟时 又会自突然伸手将两碟送变成一碟 龙顿两时都被阿都也到反作一时 令市主大声为左收碟 阿姐可去到几境 直至最后十甜品 酒楼才换上另一位 姐 正正常常的饭碗分甜品 市主直与奇怪阿姐 谈高下利剑 凭借阿姐的谈图表现 市主猜测阿 是假期的炒散提供 所以她奉劝各位舌头或酒 股东 如果要请这种阿姐 麻烦DX住去 星岛头条APP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